哈囉 各位 大家好 我是小光 我們上個禮拜呢 跟大家一起看 時鐘人宇宙第五季啊 然後我們上次看到的最後一集呢 我們看到聯盟單位跟這群馬桶人在對戰啊 因為我們這個馬桶人的基地呢 要發射核彈啊 在發射的最後一刻 我們那個音響人擋不住了 沒想到出現了我們 整部時鐘人宇宙最聰明的角色 他真的聰明嗎 我感覺有點笨笨的 不過他成功的阻止 我們這個核彈發射啦 哇 這算是可喜可赫的劇情 影片最後呢 出現了一位女性 叫Alpha 然後她聽說是什麼 五維單位吧 不知道她是什麼樣的單位 觀眾跟我講的啦 然後他們說呢 她很想要那隻 惡魔泰坦啊 最後說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訊息 她說 他們已經駭入了 這個監控人他們單位裡面的電腦 所以接下來呢 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不知道 OK 我們這次呢 就要來看第六季啊 就是我們的 23集到25集的內容 總共有12分鐘 讓我們好好欣賞一下吧 Let's go OK 我們影片一開始 還沒點進去 就出現了一堆英文 她說 蘇爾泰坦呢 要防禦什麼 十中 十中 十中基地 那個Skivity廁所呢 他們要來打我們這裡啊 所以 他們要發動總進攻 所以這個訊息 是不是就是像我們呼應第二十二集說的 他們已經駭入了這個 他們的電腦 那我們繼續看下去 唉呦 這是不是假訊息 OK 真的 泰坦監控人已經在這邊等了 他們就是要防禦這邊的宇宙 怕被人攻擊喔 喔呦 升級 音響人也來了 讚 惡魔 我們的惡魔電鑽 他中間那顆很像那個 鋼鐵人有沒有 三大泰坦都在這裡了 奇怪 他給我們看了這個訊息 我也不知道啊 奇怪 不是說要打過來嗎 完蛋了 被騙了 就是你搞的鬼 哇 這群馬桶人怎麼有手啊 我記得馬桶人沒有手嗎 這是裝上去的對不對 哇 喔 V怪客 天啊 這不是在捏V怪客嗎 這是一個 一群駭客的一個組織啊 就戴這個面具 在駭客 駭客團體 這邊是電鑽人的基地啊 喔 女電鑽人 被球 怎麼大家都 欸 那音樂是那個欸 致命公司東西掉下來的那一個 他們現在在基地裡面 算是修養吧 他們感受到什麼東西 啊 完了 釣虎離山之際 哇賽 這個煙霧 傳送過來了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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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剛剛還在 在吃東西啊 喔 惡魔泰坦感受到了 可是 蛤 怎麼了嗎 喔 對欸 電鑽人的單位 啊 完了 要傳送訊息 是不是 已經被害了 完蛋了 他們被駭客了 現在才發現 啊 大事不妙 怎麼辦 惡魔電鑽怎麼辦 完了 他們現在才發現 他們被騙過來了 泰坦都被騙過來了 那邊沒有泰坦 快跑 現在過去還來得及嗎 什麼 你留在這裡 啊 也是啦 他留在這裡的話 如果真的有人 打過來 至少還有一隻泰坦 可以擋 哇賽 太慘烈了吧 電鑽人聯盟 哇 一直有死傷欸 完蛋了 天啊 SKVT太 太壞了吧 呵呵呵呵 喔 煉巨人欸 他頭上那個是那個 波吉塔吧 哇賽 這個超明顯的捏欸 頭不見了 歐布 哇賽 這隻王之前看過對不對 他是 算是 算是 馬桶人裡面的 很聰明的角色嗎 喔喔喔喔 把他丟下去了 爆炸 OK 他們把這邊炸掉了 喔喔他那個到底什麼 OK 我們這隻 鋼鐵電鑽人 還好還有你們在 那他們都有八爪 怎麼辦 趕得到嗎 已經死到剩下三個人了 哇 這什麼鬼啊 好噁喔 哎呀 怎麼會有這種單位啊 超噁心的 趕到了 趕到了 快快快快 還沒趕到 這下一集嗎 哇 頭子在那邊拔掉 太殘忍了吧 又來到了觀眾翻譯時間 他聲音真的特別小聲欸 現在 他們把電鑽人綁到他們那邊去 應該是要誘 誘獲惡魔太坦 他騙惡魔太坦去救他們的 同胞吧 他很生氣欸 他一直在跟他講話欸 哇 這邊 英文有點多欸 哇 死得太慘烈了吧 哇 哇賽 他們把他們這樣串起來 也太過分了吧 還活著 喔不 OMG 這裡也太那個了吧 喔 哇 哇 這會氣死吧 監控人來了 來晚了 來晚了 哇整個電鑽 整個電鑽基地都沒了欸 還是Elfa 啊 怎麼了不會吧 欸不是欸 惡魔電鑽怎麼了 這看起來像是Elfa一直在 催眠他 哇 洗腦他吧 哇 反叛了 把他直接尬掉了 完了 哇怎麼打得贏啊 惡魔電鑽這麼強的單位 啊 太坦監控 完了 他變成反派了嗎 他到底說了些什麼 讓他變成這樣子 難道說 他們會死都是 監控了他們這邊的錯嗎 還是說如果你不背叛我們 我們就把抓下來 剩下唯一的那些人 全部都殺掉 你終於出現了 我才想說 對耶 我都忘記了 泰坦 泰坦 泰坦石中人宇宙怎麼沒有 怎麼沒有 怎麼沒有沒有電視人 他現在都會出現了 我們的泰坦電視人 給他一顆 魔術方塊 這是傳送用的嗎 喔 難道 惡魔電鑽大戰 電視人 喔 接下來精彩了 開打 表情怎麼這麼的淡定 醒醒啊 惡魔電鑽 天花板 你是我們的戰力天花板 但是 不夠冷靜啊 而且到底 Alpha對他說了些什麼 我們就有 仰賴觀眾們的翻譯啦 像小光之前開這個 首播的時候 大家下面就會幫我翻譯 我覺得大概能了解 現在很氣他的 夥伴全部死掉 他應該覺得說 我會在這裡 害我那邊死掉 都是你們要害的 這有點算遷怒欸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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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他把他電鑽切下來了 太強了吧 哇 電視人還是很強力 超賣鐵拳 快去 喔唷 喔喔 好精采啊 把他抓住 他把他綁在一起 喔喔 完了 電視人被打飛了 不會輸吧 喔 他要射出這個 雷射光 擋的住嗎 哇 惡魔電鑽太強了啦 欸欸欸欸 咪亞開播了嗎 他把他吸收過來然後反射回去 打贏了 電視人還是挺強的 啊沒有贏沒有贏 他只是冷靜下來了嗎 你冷靜下來了沒 馬桶人要來接手他了不會吧 我覺得惡魔電鑽不算是被控制欸 他只是 被憤怒蒙蔽了雙眼 殺你們的是這些馬桶人啊 沒錯 他應該不是被控制 他只是很生氣 氣到敵我不分 他們還綁著 他們綁架啦 太壞了 還有活著的單位至少 如果你想要他活著就跟著我們走 類似這樣的道理吧 不要 不要聽他的 不行我相信他一定會跟著他們走 把他裝回去 修好 完了這下真的變成 Alpha的了 哇 他變成人質了 怎麼辦 都死掉了 死眾人這邊發現 情況不大對 發生什麼事情 怎麼全死了 那算是死了 應該是 有些是 已經沒有收到訊號 他跟他借東西啊 拿去吧 他跟他們借時鐘 然後 拿來時間暫停嗎 哇 我看了這個第六季 我覺得我的 這個資訊量爆炸 首先是我們這邊電鑽人被 掉虎離山 電鑽人聯盟被整個 整個殲滅了 然後他們的人質全部被 綁起來了 然後現在威脅這個 惡魔電鑽跟著他們走 所以現在惡魔電鑽 算是 算是 背叛嗎 也不能算背叛 就是被利用了 所以他們現在 變成反派的 反派的這個 一份子啦 然後我們的泰坦電視人呢 拿了那顆時鐘 到底是用來做什麼的 看來只有26跟27集 接下來才會知道啦 還有各位 Alpha到底說了些什麼呢 也歡迎大家在留言區 告訴小光啊 如果想讓小光去看到 最新的時鐘人宇宙 還有我們最新的 馬桶人宇宙的話 記得幫我點讚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囉 大家掰掰 先進去 看起來 我們在下面 這個位置 дecat Дecat 我們同時 我們在那邊 我們在那邊 一旁